哇,這是什麼地方啊?這麼漂亮,人間仙境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這個就是整個台灣離島中最北邊的叫做馬祖 而且我現在來到南馬祖的最有生態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叫大丘 眼前可以看到就是所謂的馬祖的南竿北竿的叫做北竿 可以看到兩座的山峰,非常的雄偉 在右手邊的我們叫做秦山 左手邊的叫壁山 另外呢可以看到整個秦山的中間最有名的 就是每次有一個有人號稱小歐洲的叫小希臘 也就是現在所謂的叫做秦碧村 秦碧正前方有沒有看到小小的一個 那個就是龜山島錯,叫做小的烏龜島 也就是在上面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秦碧村 在秦碧村的後面這一個呢,可以看到就是橋崽村 那橋崽村這邊一個小碼頭 碼頭來就做個小船,搭在這地方 早期呢大丘的學校 一個分校,橋崽分校 小朋友 從這邊要坐船到那邊去念書 而且他們的課桌椅 早上的課桌椅 晚上拼起來 就會變這邊睡覺 大概是禮拜五 再回來大丘跟爸爸媽媽這邊生活 以及大丘的生命是練這樣子 可以看整個北竿 比較偏向於東北邊 所以陽光這樣散下去非常的漂亮 在正前方那邊可以看到還有一個叫公屍羽的部分 可以 那另外一個從北竿看會很像一隻獅子 那分成公母屍的部分 那跟棚有異曲同公之廟 是猴屍屍屍屍猴的部分 這邊就是整個跨海大橋的 從大丘來看北竿的風貌 還不錯吧 而且又沒有人 那接下來可以看到很多的是所謂的 目前的生態 目前放了很多的梅花露 那大家拭目以待 下一集 今天是母親節 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加速祢祝福你 拜拜